大家好,我是汉语桥第十四届中学生中文比赛的亚洲冠军,大哭李序。 十几年前,在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广阔的土地时,我的父亲曾这样对我说过, 孩子呀,亲眼所见的世界永远比你想象中的更加精彩。 那一年,奥运会在北京召开,我被中国这片充满着活力和生命力的土地,深深地吸引住了。 随着时光的流转,我下定决心要学好中文,与中国再次结缘。 于是,在二一年,我代表日本参加了有着中文届奥林匹克之称的汉语桥比赛。 汉语桥不仅仅是一道连接着世界中文爱好者的桥梁, 同时,同时更是缔结着中外友谊的温馨家园。 这场比赛不仅点燃了我心中的梦想,更照耀了我前方的道路。 我希望我能够成为一名像国际中文教师一样伟大的人, 通过自己的努力传递中国的魅力,做中日友好的纽带。 二三年九月,我以一名学子的身份,再次踏上这片我深爱的土地。 在成都,我看到了一座城市,在有着丰厚的人文底蕴的同时, 又有着国际多元的元素。 在云南,我看到了春城,以泥的风光。 在西安这座千年古城,昔日的长安, 我像浅塘史一样游览,学习。 我想千年前的浅塘史,也和如今的我们一样, 被中国这充满魅力的人文所深深吸引, 才会不远万里,前来求学。 这座古城的深厚的文化底蕴, 让我再次领列到了中国的人文古运。 我相信,我与中国的故事还未完待续, 在未来,有更多新的篇章在等待我去开启。 同时,我也期待着能够聆听到更多中国故事。 最后,我要由衷地感谢汉语桥、宇和中心, 和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, 为中外交流和全球多元共融做出的贡献。 中文架起文明互建的桥梁, 理续在此祝各位前程似锦, 愿中外,中日有益长存, 祝大家中文日快乐。 谢谢。